郭台銘要連署參選總統 今天已經有第一關 已經有 郭台銘是不是拔頭籌了 已經有另外一隊 已經去登記了 也交了一百萬的登記費了 郭台銘要過五關 五關就是9月13 今天開始到9月17 提出申請 必須要這四天 3 4 5 6 7 五天裡面提出申請 另外繳繳一百萬 對郭台銘不稀奇 一百萬美金也沒關係 另外他副手要出來了 人家今天第一組副手也出來了 另外將來要有28萬9666人 另外資料要有齊全 這很麻煩 什麼三分 要影驗什麼 我覺得這很煩 中選會說 郭台銘本來說應該電子連署 什麼時代的 對不對 用電子等等 何必一定要大家這樣剪貼 尤其現在騙子很多 大家很怕個資不想外洩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中選會實在很落伍 好像一百年以前的 另外這個 所以我們到黃司律的解釋說 民進黨很怕郭台銘也不是 公投什麼 他都跟你這樣搞 所有聯署 中選會都是這樣要求 黃司律說這要行政打壓 郭台銘一隻手被砍斷 另外這個說明天早上8點半 郭台銘告訴你他的副手是誰 人家說你是不是故意 侯友宜人家明天要出訪 你就搞個8點半 我不知道侯友宜什麼時候出訪 所以我搞我的 他搞他的 那麼到底他會找誰 現在很多有名的女性 都已經被提到了 我已經知道一大圈 我身旁認識的有名女人 大概都被提到一圈了 到底是誰 人家就問他 他沉默5秒 只能透露人選是女性 14號公佈就明天 會議中選會政府法令辦理 最近傳出來的就是李繼朱 前軍管會的副主委 李繼朱說不是我 那到底是誰 又傳出說叫陳長芬 陳長芬何許人 就叫做外治天后陳長芬 因為他也是大概在一個應酬場合 跟連戰一起 結果連戰身體不舒服 他看到了一個叫送醫 所以說救了連戰一命 也不是救連戰 就反應很快了 所以方宇形容他說 有如天使般的救命人 陳長芬現在在台大 財經系擔任教授 之前任教於北京清華大學 還有中國科學院 都教管理跟經濟課程 曾經擔任瑞銀集團的 亞太副董事長 雷曼兄弟亞太副總裁 匯豐金控台灣區總經理 所以看起來在金融界是 是滿有名的 郭台銘陣營 就報什麼信任危機 就是說還是老樣 就是經費合銷 因為地方派系 地方幫他辦活動 就要報經費 沒有發票 也就是單據不是那麼容易找 但是郭台銘他們這些人 大概搞慣了這種大公司 任何事都要憑據 單據才能報銷 所以地方人就說 你要不信任我 我跟你講辦這個活動300萬 你不相信 我拿單據 我拿我單據給你 所以爆發的信任危機 跟地方派系 搞得不太愉快 我們看一下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2000年宋楚瑜托黨選總統 當時獲破百萬連數 一張張身分證引一掃描 服貼在表格上 時隔20多年 中選會宣布規範不變 讓還沒取得總統參選門票的郭震營 有意見 沒有任何一條法律條文說 這個身分證要用剪下服貼的方式 我收到了來自府院的小道消息 說府院下令中選會用行政手段 來卡郭台銘的連署 只是說現在我們被砍掉了一隻手 那我們就只能當楊過 科技連署被打槍 郭伴怒批被打壓 只能回歸傳統紙本連署 門檻確定28萬9667人 但眼前藍營有黨紀嚴防 根據了解已經被停權的中常委 翻成連不僅在中央黨部車位登記被註銷 想找朱主席求情也無效 黨中央紅線畫上 就怕原先挺過立場鮮明的地方派系 也都選擇重點 以退黨可以明著幫有黨籍的 若想暗地幫忙組織系統 卻傳出因經費核銷問題 和郭震營有摩擦 當時這些支付的流程都沒有問題 而最近地方為什麼變得比較低調 純粹是因為國民黨祭出了黨紀處分 我也感受到 侯辦那邊的決策方針已經改變了 郭侯的咖啡會 看起來好像因為黨內蒙些主戰派的阻撓之下 好像要破局 郭伴炮口對朱立倫 畢竟現在連署回歸紙本 無論布設站點還是組織澳園 地方勢力都很關鍵 執行長看來郭台銘那邊對你們很生氣 所以你們都阻擋別人 所以我們現在基層變得只有非常低調 到底怎樣 我覺得基本上 寄出黨紀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當郭台銘他 郭台銘 郭董 他已經登記說要出來的時候 都已經表達說 他要出來參選總統的時候 那就沒有什麼好特別的 國民黨有國民黨的家規 有國民黨的黨紀 你從政黨員 如果說你要 當然是無條件在7月23號 支持我們所徵召出來的候選人 但我也不認為說地方派系 地方派系或許過去來說 他們在朱主席的時候 那時候還是非常期望 能夠來做一個更大的一個 所謂非綠大聯盟的 這樣的一個統合 既然郭董已經表達他的一個立場 該有的就應該出來 地方派系你這時候 就必須要去觀望 你未來還有很多你下一代 還有很多你的政治生命 是要去延續的 雖然每個人到目前為止 只要郭董剛剛出來游走的時候 每個人都不斷的大 非常的大啦啦的告訴你 國民黨黨紀算什麼 你有膽就來如何如何如何 可是看一下現在 當初站在旁邊 完全力挺的那些人 你現在還有看到嗎 所以黨紀有沒有用 黨紀當然有用 你如果沒有辦法 這個站在台前裡面去做 你私下去動員 因為你本人不能出現 你一出現你就違反黨紀 你就可能要被撤銷黨紀 你就違反黨紀 你本人不出面 你知道你的第二手第三手 去幫你做這樣子一個統合 其實那個力道是差距非常多的 所以我們只能說 希望大家能夠 還是在以下降民進黨 為基本的原則之下 能夠還是大家坐下來談 可是坐下來談的過程當中 如果有一方認為 一定要讓某一個人做四年先來 如果只有這樣一個前提 跟這樣一個原則 請問其他要怎麼談 所以說這東西裡面 有太多的美感 不是大家坐下來喝咖啡就可以 你首先要拋掉 沒有任何的一個前提之下面 你可能才有辦法來 好好來溝通一下 來 乃金 這樣子 現在因為郭董他明天早上8點半 他就要宣布副首人選 之前的時候我們已經分析過了 就是說郭台銘的副首人選 就是未來他就是要以大局為重 是要被整合掉的 也就是說郭台銘他到目前為止 還是沒有放棄以郭科 就是郭科配為這樣的前提 在這種情形之下 你說找出來一個 能夠樂意在這個時間點上 跟郭台銘配演一下戲 然後後來又退的 人當然就不好找 所以這也就是說 為什麼會這樣子副首 一直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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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出這麼多的人選 我自己聽到的也是從男性到女性 然後就變來變去 也是變了很多了 不過這個明天就揭曉了 但是現在的重點就在於是說 不管他明天揭曉的是誰 這位女性 他可能都不那麼的重要 這是第一個 就是郭台銘他現在 整個人都還是在這個勢頭上 他都覺得性頭很高 覺得說我一定要有把握 能夠衝破這個連署的這個關卡 至於他能不能夠達標 像他不是喊出來什麼200萬嗎 我覺得難度是很高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現在存在於就是 郭台銘 柯文哲還有侯友宜 這邊有這種組合式的障礙 有幾點 第一個就是說我說郭台銘他現在 可能他還沒有辦法 看清楚那個現實 那個現實就在於是說 如果他的連署 非常的困難 沒有辦法拉上來 連署是很困難的 連署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然後現在國民黨也盯得很緊 然後民進黨這邊話也放出去了 就說你們不要去參與連署 我就講過 你只要但凡能夠被抓到 也就是說 真的就是有民進黨的這些什麼里長 在那邊幫忙的話 這就破功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柯文哲的這個部分 民進黨這個部分 有一股很強大的一個力量 就是柯文哲他不跟其他的人討論 他一直對於像比如說議員 他們傳達訊息就是我一定要選到底 這個東西就很麻煩 現在放出來的氣氛 就變成是說我柯文哲一定選到底 那這樣怎麼談 大家怎麼談合作 第二個就是還是有一股就是 以親民黨為首的 黃珊珊以及親民黨背景的一些人 他們是不太希望以親民黨過去 跟國民黨一合了之後 後來就被泡沫化吃掉的例子 並不希望說民眾黨跟國民黨合作 那在國民黨這個部分 也存在著兩股我覺得 有比較複雜的一種心態 有一部分的人是真的是 就是不看好侯友宜 認為侯友宜再怎麼樣 他都很難去統合底下 所有的這些的人 那當然如果說侯友宜 在10月份的時候 他民調就真的是 真的是很有意義的 我講的是有意義的 就很有意義的 都是一直維持在這個 第二名的話 當然國民黨就比較有教牌的籌碼 有一些人單純的是覺得說 侯友宜不會贏 不可能贏 這個是比較單純的 有另外的人是 真的是不喜歡金普聰 然後基於金普聰過去 在國民黨內 結下了這些恩恩怨怨 所以現在其實就是 存著一種就是說 我就是看衰你這個組合 我就是看衰 你這樣子為他操盤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情勢 其實比較複雜 10月會比較明朗